原标题 每天坚持分享自己的原创的优秀作品给大家 你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欢迎大家评论 分享专属于你的意见或建议 记得看完点下关注哦 虽然大清国的灭亡 跟这位傀儡皇帝溥仪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当时的大臣没有人可以抱怨 于是都将自己的怨气洒在了溥仪的身上 当时所有人都在埋怨溥仪的无能 也都在催促着他赶快实现清朝的复兴 就这样 溥仪的内心饱受煎熬 也因此走向了投靠日本人的道路 当时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目的 就是为了占领中国的领土 但这种行为毕竟是强盗的行为 因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决定带中国重新建立一个王朝 并且找一个十分清化的人来管理这个 国家最后再发展成为日本人管理 知道溥仪所有经历的日本人 将这个人选定了溥仪 那时候的溥仪内心充满了哀怨 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一方面想要实现重复清朝的愿望 一方面又懊恼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因此当日本人向自己抛过来橄榄枝的时候 溥仪毫不犹豫就接受了 但这种美梦也随着二战的结束 日本的投降而随之破灭 就这样溥仪被捕回国 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而溥仪便跟着日本中长春逃出来 不过最后还是被抓住了 当时溥仪在沈阳的时候被苏联红军抓住 被关在苏联有五年的时间 后来便转移回我们中国 便在当时的抚顺战办管理所服刑 不过溥仪有自知之明 在改造的时候非常积极 表现非常不错 在服刑期间还写了自传 这可以说也让他减少了服刑 后来因为特赦令 溥仪变成了首批特赦的一员 于是溥仪便准备坐火车去沈阳 之后再转回北京 溥仪是近代最后的一位皇帝 对于火车不算陌生 不过这次是他出狱后首次坐 这几节车厢的乘客 打死都不会想到 车上竟然坐着一个末代皇帝 离他们那么近 火车上的人自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陪同随行的管教员也强调上车的人 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溥仪穿着跟常人一样 简简单单的蓝色棉装 在那个时代再普通不过了 当列车员来到溥仪座位时 溥仪竟然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然后对着列车员鞠躬打脸 这个举动引起了其他乘客的注意 这人怎么回事 在一旁议论道 这人有点坏 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啊 溥仪当然没有什么精神疾病 这是他首次以公民的身份回到社会 对于溥仪来说 这可是人生的新的篇章 所以可能表现得过于激动 可以理解 这可马一旁的两位记者斗勒 坐着默默暗笑着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边 急 请不吝点赞